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祢让我们再一次聆听祢的话语 求主的恩典,恩惠就定在我们 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时刻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前,阿们 今天是4月2号 今天的经段是西方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不知羞耻的国民,你们应当聚集 这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康 耶和华的恋怒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西方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先知西方亚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叫做亚未隐藏 因此在这里西方亚也有特意用他的名字就隐藏到这一个经段里面 今天的经段其实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西方亚书第一章的地方先知就一直提出警告 他警告上帝的日子要来的 而上帝的日子为什么要来 上帝的日子他就好像吹脚一样要人民百姓要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第二章一开始西方亚就在这里大声的宣告出来 这正是先知的宣告 先知在劝告耶路撒冷的这些军民们 你们应该要悔改 他甚至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宣告 而这些很重的宣告正在指的是谁呢 不知羞耻的人 包括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的 当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当中 从国王开始到祭司到先知 他们每一个每一个包括他的司法官 每一个每一个都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做事情 在西方亚书第一章我们读到的 这个君王只会像狮子一样大吼 而司法呢 司法官这些法官们呢 他们却吃人不涂骨头啊 这是多么重严重的警告 而这些人民的官长他们欺压压炸这些百姓 同时除了这些人民的官长之外 这些先知不说上帝的话 他们一个一个都违背了自己该做的事 同时带领当时候的百姓 他们离开了上帝 他们虽有可能他们也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 但不好意思 其他的神他们也同样的去拜他 而先知西方亚看到这样的情形 他说上帝看到这种情形 真是让人羞愧啊 你们这些应该羞耻的人 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人 你们应该趁上帝的命令还没有发出 你们的生命好像一朵花一样 还存在着开放的时候 上帝的发怒还没有临到你们之前 你们就应该聚集向上帝献上你们的悔改 因此他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要紧的邀请 他说是世界上那些寻求耶和华 谦卑的人啊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而你们应当寻求他的公义 并且在他面前谦卑 这里其实并不是在讲 人品格当中需要具备的 谦卑的那个概念 这里谈到的其实是一个态度 态度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 如果我们愿意敬畏上帝 那么很有可能 我们就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当中 我们就可以隐藏起来 耶和华的隐藏 亚卫的隐藏 其实另外一个西班牙这个先知的名字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亚卫保护 意思是什么 被上帝隐藏起来的人 这些人是上帝要保护的人 西班牙在这里严严的警告 并且说你们如果愿意 那么你们就应该隐藏在他的翅膀之下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并且让我们知道 是的 我们今天虽然看这个市局 这个世代 许多政治人物不守清规 许多人不在自己 在虽在自己的职位上 但他却不守正道 如果是这样 那么上帝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马上就来临 事实上 如果愿意真实的面对 并且真心的悔改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 在上帝之手的隐藏之下 得着保护 愿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话语 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您 让我们经历 西班牙先知的话语 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 我们该怎么样知道羞耻 并且该怎么样在你面前 在你的话语当中 去经历你的恩典 求主把我们隐藏在你里面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